嗨,我叫刘燕卓,26岁,天蝎座 朋友们都以为我是个二叉青年 但实际上,我可是个文艺女青年的称号 我出门逼戴画笔 还有漂亮但没什么现金的钱包 伪装眼带的眼镜框 当然,我心中也是有王子的 他最好是这个样子的 呃,这个样子也可以 如果实在不行 那就让我遇到一个普通的文艺男青年吧 然后,我就可以对他撒娇买萌 一点点敲送他坚硬的外壳 这就是我,一个爱画画的重庆女孩 刘燕卓 这个夏天,我们和你约会吗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收看重庆卫视 饮食男女之约会与美人 就让我们的爱情从约会开始吧 对啊 诚哥 喂 你想结婚吗 想啊,一直都想结婚 那你有想过找哪里的老婆结婚呢 找哪里的老婆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想好啊 因为你知道重庆女孩虽然很漂亮 但是大家都知道重庆女孩脾气有点火爆啊 脾气这个方面不好讲 但是找重庆女孩子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 那就是你可以财色兼收 怎么解释这句话 据网上的一个统计表示 重庆呢,是一个特殊的城市 只有重庆的女孩子不叫招商银行 叫建设银行 重庆为什么会反过来呢 重庆的特色就在于 重庆的女孩子出嫁要赔嫁妆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 如果咱们全国电视线的这个单身男士 能够和咱们重庆女孩子结婚的话 赚到了是吧 一定是赚到了 好,如果要成为重庆的女婿 一定要从我们的和约会于美人的一次约会开始 那是 好,赶紧请收今晚16位美丽的于美人有请 欢迎我们的16位于美人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来收看本期的约会于美人 大家呢,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可以编辑话题约会于美人 加上我们本期节目的节目 在今天晚上11点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 发送到我们的新浪和腾讯的官方微博 有机会收我们的幸运观众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神秘奖品 我们本场于美人的约会国庄由穆拉服饰提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能嘉宾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 大家跟我一起来倒数5秒 好,5,4,3,2,1,请亮相 为大家做个字幕的介绍 各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周正,然后今年24岁 我现在是一名工程车的销售人员 现场的16位于美人 大家对周正印象如何 好,13号,灭灯的名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B-boy 外形上面不够潮 这感觉像个正儿八经的读书生 因为我现在上班没办法 所以不能穿得很张扬的衣服 是啊,但是现在没在上班的嘛 他现在来见你的时候 然后满脸都大伤 刚下班过来 对啊,所以要展现最好的一面 我已经尽我自己最好的能力了 14号 我就是觉得那条裤子不适合他 我觉得他的身材 没有好到可以驾驭这条裤子的程度 这条裤子要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驾驭呢 长得高的,腿长的 应该是前两周刚走的 琪琪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吧 腿长的 谢谢 琪琪,你还在电视机前吗 你去约会了吗 你后悔吗 来,我们来问一下 有哪些愚美人 刘灯的11号 男嘉宾刚刚上场跳的那段街舞 很吸引我 我自己很喜欢男生就跳街舞 或者是打扮得就很嘻哈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你感觉挺像我高中 暗恋的一个学长的 谢谢 男嘉宾,你要关注我哦 好的,好的,这是第一印象 不过第一印象 重不重要,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他的内心的 真实的生活情况 来看他的微信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音乐 第一次看见乐谱的时候 我就深深的为之着迷 但是我的父母亲都不是特别的支持我做音乐 后来我渐渐的也就接触的少了 但是音乐的那个梦想一直都在我的心中 我现在在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 平时闲暇的时候 我都到朋友的工作室里边唱上几个小时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感觉到快乐和放松 因为我只想把音乐当成我毕生的爱好 并不想把它当成一种生存的工具 我的性格是非常多元化的 我能够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一场电影 也比较喜欢许多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嘻嘻哈哈的感觉 我在生活上也有一点轻微的小洁癖 比如说我在上班的时候 会戴上一件备用的衣服 然后我也喜欢把东西放得整整齐齐的感觉 这就是我 我就是周正 希望女嘉宾们能够支持我 学校 你觉得通过这段VCR里面 你感觉她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个人感觉她好双子 哦 就是双子座的 你真是双子座吗 对的对 她跟你一个星座是吧 对啊 对啊 星座达人出来说一下16号 就有两个人住在她那个身体里边吧 就是她现在外表上看上去就是那种 文文静静的 但她喜欢的东西就很不符合她的外表 她内心里边住的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人 然后她的外在的那一个呢 又不得不让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她现在的内心里边 肯定住的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吧 她说她有轻微的洁癖 然后喜欢把东西放整齐 我觉得她只是流于表面 形式上很洁癖 但她内心很邋遢 所以她的形式上 会去做一些擦地板的动作呀 去满足她另外的那个人的那种 小小的虚荣心 对吗 有两个人 你是在剖析你自己吗 其实我外表很奔放 但是实际上 我真的是一个很淑女的 中国传统女性 来 叫杨慧什么夜灯呢 因为一般有洁癖的男生 然后都会有强迫症 然后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 有强迫症的人 在一起的话 会因为一丁点小事 然后就开始吵闹怎么样 就会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说这个确实不太适合我 你承认你有强迫症吗 我觉得我没有 是我们想多了 萧嫣 你想太多了 其实我的星座跟她很配 但是双子座的男生 是多面性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2号 3号 这一对姐妹 你们两个选择都是保留着灯 是因为什么呢 3号 你说你是一个B-boy 那么B-boy对身体素质要求 是非常高的 然后你有喜欢唱歌对吗 那你能够证明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能力吗 比如说一边唱歌 一边做几个扑撑之类的 这个没问题 那现场的观众想不想看呢 有 3号满意吗 我觉得非常棒 非常满意 谢谢 妹妹满意了 姐姐满意吗 妹妹喜欢 我也喜欢 那你会抢你的妹夫吗 我们要走就会一起走的 不会当回 请注意我们国家的婚姻法规定 不过我觉得也好 梁姐妹就是一个欣赏她做扶撑 一个喜欢听她唱的歌 对吧 多好 我们再来问一位留灯的愚美人 现在还是留灯的原因 11号 我觉得男嘉宾很适合我 因为我能看见她 内在是很有涵养的 然后她悸动冷静 然后她虽然有小洁癖 我也有小洁癖 这些生活小洁结痕很合拍 我觉得11号讲得特别好是 男生真的是有涵养 而且像这样有洁癖的双子座 你们真的应该珍惜 因为几乎所有的双子座 包括我自己 在家都从来不做家务 而且非常邋遢 所以有这样一个 带轻微小洁癖的男生 我想你们真的应该好好珍惜 其实周正不但是能够 边做佛上边唱歌 在VCR里面也说到 她平时的生活当中 没事就要去录音棚 去唱上几个小时的歌 所以在我们现场 大家一定会想听一下 她到底的歌喉有多好 想听吗 那一段我们曾心甜痴心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 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 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 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 遇到预留的附写 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 仿佛还是昨天 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 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 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 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 如果说要唱得多好啊 这个还不重要 关键是我觉得她的感情投入很到位 对 让我们现场 包括像刘元卓 你看你开始抽气了啊 你告诉我这首歌 听完了以后你想到谁了 我想到前男友了 正是因为我的那次分手 我在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才觉得它里面 饱含的是更多的珍惜 珍惜下一次的恋爱 所以说我觉得 我也把你给读懂了的 谢谢 刚刚2号 3号两姐妹 是同时亮着灯的啊 而且你知道3号 刚刚瑶瑶让她又唱歌 又做俯卧生 然后她都觉得还满意 结果人家自己 现在单独唱一首歌 反而把灯灭了 为什么 3号 我觉得她唱歌的时候 一直都在看着8号和9号美女 然后这首歌 我不是很喜欢 在这种氛围之下 唱这么悲伤的歌 所以我选择灭灯了 瑶瑶你要这么去想一个问题 这首歌那么悲 如果她对着你唱多么不好啊 她对着前面两位唱 感谢那是你 意思就是说 再见都是过去式了 可是她如果是对着我唱 至少是我存在过的呀 我现在连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 你存在是在将来呀 对吗 你是这么考虑的吗 其实我唱歌的时候呢 都是就是用感情唱的时候 都是对着前面 我其实眼神是放空的 你讲完这句话 她又把8号 9号也伤到了 姐姐为什么也灭灯灯呢 妹妹把我的灯给灭了 为什么要把姐姐灯灭了呢 3号 我不喜欢的 我也不想让姐姐喜欢 所以就帮她把灯灭了 你们是姐妹吗 姐姐现在被灭这个灯 你自己 你觉得会遗憾吗 本来是想更了解一下男嘉宾的 然后她一直在那里说不喜欢 然后她就直接把我灯给灭了 周正借不进去讲一下 你自己对于另一半 对于自己的约会对象的一种要求 只要性格 性格合得来 其他的都OK了 比如说长头发呀短头发 我只要不是光头 或者只要不是体重超过 超过三位数的 你现在搞到这个场面很尴尬 你灭灯了 你承认你体重过百的 不是 有身高的 比如说1米6的肯定不能过百 然后1米7以上的不能过100 你知道吗 有一句话叫做体重不过百 不是矮子就是贫胸 然后我告诉你 我101斤 我后边补来一句 说的是1米6的 然后不能过百 然后1米7几的不能过百 可是你的解释已经晚了 我已经把灯给灭了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好 经营到现在 我们看到场上11号 还为周正亮着灯 所以恭喜你 进入到了约会时间 恭喜 恭喜 现在你有权利来了解一下 我们11号 于美人的个人情况 秦嘉宇 情趣爱好是唱歌旅行美食 理想的约会方式 有格调的青巴 理想的约会对象是成熟阳光 微胖直爽的男生 谢谢 周正你现在可以 就你最感兴趣的一件事 来几个问题 让11号做回答 我们的问题是 上午这种有情味洁癖的 会不会接受 然后他刚刚已经说了 那么现在你可以 来做出一个决定 上前去牵手他一起约会 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 来 做出你的选择吧 恭喜 恭喜 恭喜周正 恭喜秦嘉宇 谢谢 去约会吧 希望你们约会成功 祝福你们 这也许就是一种安好 这个安好叫做心跳 我喜欢去青巴约会 我喜欢有那种歌手助唱的 唱着抒情的歌 感觉很浪漫的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青巴 因为我以前就在青巴里面铸唱 然后我现在也知道 很多环境好的青巴 要不我们现在就走吧 好啊 男嘉宾有一个特别可爱的表情 你爸长这样 那我没事 水瓢 你是被家暴过吗 水瓶座的那个游 我代表所有水瓶座的朋友们 向你道个歉 跟所有好过的前任女友 一概都不要再有牵扯 那肯定的 这里是重庆美女的地盘 男孩子加油 一定要主动编舞 嚣张起来 会自称姐真的很喜欢 重庆卫视大型交友类节目 影视男女之 约会余美人 面向全程 首次发布 约会征集令 你想成为余美人中的一员吗 性格活泼 身材火辣 聪明灵力 全是美女 只要登陆百合网 约会余美人专区 或者通过新浪腾讯微博 HCQ TV 影视男女 你就可以报名加入 给自己一个心动的理由 这个夏天 你会和谁一起约会呢 我能和你约会吗 我能和你约会吗 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 今天的约会与美人 再次提醒大家 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编辑话题约会与美人 加上我们本期节目的截图 发送到我们的新浪 和腾讯的官方微博 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您都有机会成为 我们本期节目的幸运观众 今天我们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 神秘奖品 希望大家热情地参与 好 新来的11号 请问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袁雨晗 我是典型的天蝎座女孩 不过我从小都有一个公主梦 我喜欢阳光温柔体贴的男孩 然后她一定要顺着我 宠着我捧着我 要是跟我唱反调 我就特别不开心 所以来到这里 希望找到一位 骑着白马飞过来的王子 带我走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 让我们来欢迎下一位男嘉宾 有请 好 欢迎这位男嘉宾 你知道你刚刚出场的时候 让我站在这个台上 然后你不停地这样深呼吸 然后调整自己 你让我想到什么了 蛤蟆 前面16位这么漂亮的妹子 那个心情多么地澎湃啊 我觉得她身上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 从来没有男生 形容自己像蛤蟆 因为一般癞蛤蟆 都吃不到天鹅肉 对 第二个呢 你是第一个 站那么远都能够看清楚 前面16位都是美女 好 来 我们赶紧来 让她摘下面具 看一下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 朋友们 一起来倒数 5 4 3 2 1 请亮相 好 这位男嘉宾 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柯 30岁 水瓶座 现在在蓝萍开了一家小餐馆 谢谢 我待会会自己照顾你 谢谢 因为她照顾了她双子座的朋友 我们都是水瓶座的 好 来 大家对刘柯印象如何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余美人 大家有留灯原因是什么的 14号 刘欣 男嘉宾有一个特别可爱的表情 就是她在特别紧张 或者是有点尴尬 或者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会这样做 就是这种 男嘉宾可以再做一次吗 有点害羞了 那这个表情一定是打动你们了 我们觉得很可爱啊 11号 因为我比较有恋妇情节 然后呢 希望28会有事儿的 结果你爸长这样啊 希望28以上的 那所以你是只是对年龄有要求 还是对长相有要求 年龄30岁左右 但是长得可以卖萌一点 可嫩可老那种 来 15号 因为我之前的男朋友 他是水瓶座的 然后特别特别的大男子主义 不准我这样那样 然后你是那种吗 我觉得我还好 我不是那种大男子主义 很严重的人 还是有一点 打对孩子吗 不打 一般他打我 这个信心量好大 黄雪瑶你是被家暴过吗 以前水瓶座的那个有 真哥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叫他 我现在后悔 我刚刚暴露我自己的水瓶座 我代表所有水瓶座的朋友们 向你道个歉啊 下次我们把它弄到水里面去 那个瓶子把它盖住啊 这是第一印象 不过定印象重不重要 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 他的内心的真实的生活情况 来看他的微信 我叫刘柯 今年30岁 水瓶座 在我的身后是我开的餐厅 但是以前的我不是这样的 去年6月我才从美国回来 在美国我在餐馆打工 从擦桌子 拖地 到端盘 再到厨房 我都干过 辛苦只有自己知道 在美国 举目无亲 无人倾诉 这种孤独的感觉 刻骨铭心有多 支撑我坚持的是对家的思念 和事业有成的信念 如今我回来了 好 微信看完了之后 第二个环节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十六盏灯 全部点亮着 非常不错的成绩啊 4号 灵芯 你是因为看到她这个 2000平米的酒店吗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当老板娘 她真的很现实 你最大的梦想 是当多少个平米酒店的老板娘 肯定是2000以上 因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 更上一层楼的 好 灵芯 你的意思就是 对她的这个物质条件 你觉得现在的判断是满意的 是啊 很OK啊 好 在国外留学的人 必然有一段 在餐馆打工的经验 然后我不知道 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在餐馆打工 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 很值得去跟到国内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 没有经历过这段人 对 炫耀的这样的经历 因为我在那边去 也是以偶然的机会 就去学那个日本料理 从洗碗 然后那个杂工 然后上吧台 然后老师交捏饭团 鲨鱼一步一步地起来 后来有幸能够成为师傅 那个过程蛮长的 捏饭团你最多一天 会捏多少个 先捏了1600个 就大概一个小时 得多少个啊 最忙的时候 一个小时 可能要约400个左右 还有没有这个余美人 有其他想要了解的问题 7号 陈思 你那个经营的餐厅啊 主要是吃什么 现在开的这家餐馆 是做那个川菜和粤菜 你自己会做菜吗 会 平时都是自己做饭给自己吃啊 我很想有这个机会 陈思 你不用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最起码男生可以给你捏饭团 谢谢 9号 10号都刚刚灭灯的 10号 告诉我原因 竞争太大了 我就把场上优秀的女嘉宾 让给他吧 因为我太二了 好吧 好吧 看来是真二了 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女美人 亮着灯代表他们愿意 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位男嘉宾 我们赶紧来看他的第二段对象 我现在的工作繁忙而有序 我的餐厅有2000平方米 60多个员工 工作的忙碌 冲淡了我内心的寂寞 在美国时 我认识了一个重庆女孩 异国他乡 我们相互未及 一年后 她回到了祖国 而我 则继续留在美国打拼 从此没有音讯 当我决定回国开创自己事业的时候 才发现我的身边 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情感 我回来了 我事业小成了 我这另一半呢 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些假若 这段VCR完了以后 美国园里面有九盏灯灭掉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一号 陈晓 现在在重庆来说 像我这个身高180 然后好多男孩就觉得太高了 然后不敢接近 然后我就感觉 你就没有那么开放 思想没那么开放 我都感觉你会 不喜欢个子太高的 身高有问题吗 它不是问题啊 没有 你早说了 我没有问了呀 你早也没问哪 一直没到机会了 7号 我稍微一下男嘉宾 你和你的前女友是为什么而分手啊 就因为距离吗 距离是一个原因 然后因为那时候才出师嘛 才学出来 然后觉得自己很多方面需要不断地去学习 没有那种力量 那种力量 就默默地不联系了还是 我在那边有7年的时间 她回来都是4年的 然后现在已经有小孩了 成家了 都分手这么多年了 然后依然保持联系 我觉得这对下一阵是不公平 这个未必吧 还有共同的朋友呢 对吧 不不不 这种女孩啊 特别在意这些啊 因为会吃醋 你懂吗 在我看来不行 就是不行 那你跟你的前女孩联系吗 没有 完全没有联系 一点联系都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她结婚生孩子了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她有朋友是我的朋友 我有朋友是她的朋友 然后她会告诉我一些很高兴 那她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些 就是希望是那种 跟所有好过的前任女友 一概都不要再有牵扯 那肯定的 那肯定没有 都把她们送到月球上去 好 现场呢 现在还有5号和16号 两位余美人为你留灯 恭喜刘柯 进入到了约会时间 恭喜 恭喜 现在呢你有约会权利 来了解一下 我们两位余美人的 个人基本资料 5号 刘彦卓 心趣爱好是简笔漫画 理想的约会方式 一起做饭 做糕点 理想的约会对象是 相信一见钟情 看中第一眼 16号 余美人 芳芳 兴趣爱好星座烹饪足球 理想的约会方式是 去黄马的主场看球赛 理想的约会对象干净老实 现在刘柯可以提一个问 让两位余美人分别做回答 如果你的老公 现在他所做的才刚刚起步 那么你们会对他 有多大的各方面的支持 5号 刘彦卓 如果说我是你的女朋友 我会一直默默地支持你 就是我不会嫌弃你穷 愿意陪着你一起吃苦 说到那个支持 我觉得我也不能给你 什么具体的支持吧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 我很不具体 我对我自己都没有什么计划 所以你叫我给你 什么具体的支持吧 我真的一十八会儿也想不出来 女生们 我们要知道的是 现在很多跟我们同龄的男生 都还在起步阶段 我们需要给他们的支持 一是来自心里的 第二就是 我们要真正能够同甘共苦 只有跟我们同样一起 经历过所有挫折的男生 才会用他完完整整的生命 来爱我们一辈子 有哥 现在你可以去灭掉其中一盏灯 和另外一位与美人牵手约会 来 去吧 去吧 请问你是骑着白鹅来的吗 他的意思是 王子哪怕是近视眼 也要戴隐形眼镜 跟一个男生同骑自行车的经历 至少我记忆里没有 他仍然是当年的他 我觉得一点都没变 这就是我一个敢爱敢恨的刘彦卓 来 去吧 去吧 他把两盏灯都灭了 对 刘柯解释一下 你刚刚的这个选择 为什么会把两盏灯都灭了呢 因为我现在正处于一个创业的阶段 然后我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 能够很支持我的人 因为我出去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在国内的那种比较脱节了 然后我需要他能够在我背后 给我很多指点 能够帮助我的人 然后说对不起 没有关系啊 重庆与美人很多 相信总有一个东西 对 好吗 好 祝福你 谢谢 再见 谢谢 我最开始就把他印象挺好的 还是他们也为我留灯 然后最后两位女生的答案 让我觉得不是我很 不是很满意 缘分这个东西 它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的爱情它会出现 我觉得刘柯身上 让我看到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 他经历了这么多 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 他知道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很明确 哪些是自己要的 哪些是自己不要的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年龄 带给他的成熟 是 来 现场的16位余美人 在上个礼拜 从我们身边姐妹走出去的 她们已经在节目之后呢 开始约会了 大家想知道 她们的约会的情况吗 来 各位 我们一起来看她们的约会比赛 在上几周 携带水晶婚纱而来的沈恩诚 成功牵手了想要约会的女生 杨琪琪 那么离开节目之后 她们的第一次约会 会如何开始呢 今天给你带一个小礼物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是挺漂亮的呀 挺大的 还不错啊 今天就是专门你过来试婚餐了 那我给你都试几套吗 其实在场上那么久 然后遇到沈恩诚 然后觉得各方面性的挺合适的 在台上的时候 她的气质啊 形象也特别的吸引我 非常期待你第一次约会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这个 婚纱的服装 就是基本上在这一台当中 就是那个上次在台上 你说的那个十万的婚纱 我想试那个 没有目标 哦 那一款啊 想试吗 想啊 求我呀 不求我 啊 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 没关系了 这一套就在后面 一会儿就给你拿就是 不要 还没好吗 快好了马上就出来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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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套 加持十万的婚纱 真的太美了 当我转身那一瞬间 我看到沈恩诚的眼睛 有放光哦 当时真的她的那种气质 真的是把我有hold住啊 确实好漂亮 谢谢 好喜欢 你要不换一下衣服 我们一起拍一张照 我吗 对 可以啊 然后今天累累下午了 然后我带了一点吃 今天就专门带了寿司过来 因为知道她比较喜欢吃 然后她专门地 从外面买了寿司过来 我觉得特别地感动 先准备吃了 别动别动 你放着 我觉得我们能玩个小的戏吧 她怎么玩 她跟我一起玩猜拳 谁输了以后吃那个 涂满了芥末的寿司 好来准备 鱼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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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了 来来去吃 我不要 我输了这个碗 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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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啊 因为是我输了 但是她也很绅士的 然后直接吃掉 有芥末的那个寿司 我觉得真的非常贴心 输的是她 但是最后吃的却是我 这个有什么办法呢 照顾女孩子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觉得今天总的来说呢 约会应该是相当成功 梁琪琪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人家特别聪明 约会非常成功 所以非常期待和她的第二次约会 非常期待和她的第二次约会 是的 还有一位男嘉宾会出场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还有一位女嘉宾可以去约会 我们再鼓励一下 我们积极掌 希望我们也加油给她们推荐 欢迎下一位男嘉宾的出场 我们看一下她的长相好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亮相 您好 这位男嘉宾 请做个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这位李嘉宾好 我叫曹乐 今年25岁 现在是在读的研究生 谢谢大家 16位于美人 大家对于曹乐印象如何 现在卡上还有11盏灯给你点亮 我们去问一下 灭灯的于美人理由是什么 11号再举手啊 什么原因灭灯 请问你是骑着白鹅来的吗 平常我因为是学生嘛 然后就不会穿得太正式这样 就平时穿着也比较休闲这样 因为我对戴眼镜的 王子一般不会戴眼镜 会戴面具 所以你没戴面具之前 还挺喜欢的 然后你戴上眼镜 瞬间有点舒呆子 那是因为你认识的王子 学习成绩都不太好 他的意思是 王子哪怕是近视眼 也要戴隐形眼镜 谢谢 9号灭灯的原因是什么 兄弟啊 我穿平底鞋走路都比你 还要在男人位重一点呢 可能因为我喜欢汉子这种类型的 可能我可能比你 还要在汉子那么一点点算了 好 9号可能其实没注意到 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勇 那你用这首歌的原因 是不是想要给自己鼓劲 让自己更加有勇气 也有这样道理嘛 因为这首歌是讲一个人 无论对生活或对爱情 都要很勇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继续留灯的余美人 5号 李愿卓 我留灯的理由很简单 男嘉宾选的这首歌我很喜欢 是我从第一期站到现在 最合我心意的一首歌 所以为他留了灯 想再看一下 8号 陈果 我是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是私底下的你的话 是有没有男子汉的那种 就是气魄什么的 有 其实我今天 因为第一次上这个节目 真的蛮紧张的 因为没有 以前没有上过电视 好 谢谢 好 刚刚我们是第一印象嘛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生活当中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展现出更多精彩的一面 给我们来看他的笔箱 我生活在这座城市25年 我爱这座城市 我爱这里的人 记得从初中开始 我就二年一个女孩 她是一个活泼开朗 热情似火 敢爱敢恨的人 我们第一次相见就是在这里 当时我很胖 没人愿意和我亲 但是她却愿意和我一块 从此 我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爱种子 当时因为我胖 没有自信 那封爱就没有说出口 从那以后 我就要励志减肥 建立信心 但是命运又把我们分开 从此再无音讯 直到有一天 我在屏幕上再次看到了她 我觉得如果我再不付出行动 我将会永远失去她 所以我鼓取勇气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礼仪 好 我们《影视男女之约会》 余美人开播到现在 第二个 因为我们台上的某一位余美人 而来的男嘉宾出现了曹乐 刚你也提到了 没有说是谁 但是这么多余美人 大家都灭灯了 是因为觉得 都不是为自己而来 所以灭灯的吗 5号 刘彦卓为什么灭灯 因为我的生活世界里面 根本就没有她说的那种经历 我就觉得如果你喜欢我 就直接跟我说 然后我就很讨厌暗恋 非常讨厌 好 我们现在看到场上 还有两位余美人亮着灯的 4号 林欣和10号 金睿 10号 我感觉她应该不是为我而来的 但是我看她那么腼腆 那么儒雅 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一款的 所以说我为她留灯了 谢谢 那4号 林欣 你这么精明的一个女人 你现在留着灯 是不是你觉得她是为你而来的 不是这样的 首先来说的话 她是一个研究生 潜力股 然后不错 可以考虑 然后她说是为其他的女生而来的 我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生 因为其他的女生来的话 然后我觉得我站在台上也不错 我可以跟那个女生公平竞争一下 就这样简单 我觉得林欣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对 她懂得在哪种时候放弃 而懂得 同样懂得在哪种时候去坚持 和争取 好 两位余美人继续留灯 代表着她们愿意更多地了解你 那么现在你回答我 到底现在场上留灯的两位 是不是你专门来寻找到的人呢 不是 不是 那你到底是为谁来呢 谁是那个幸运的女孩呢 我能不能先讲点故事 我觉得她已经忘了 忘了 那你帮助她回忆一下吧 对 然后当时初中的时候 她是我同学的表妹 嗯 然后当时我很胖 然后我们 当时大家十多个人一起相约去北宾路骑车 然后我们一起骑车嘛 当时骑了双人车 然后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骑 但她很主动地出来说我和李骑 我当时就已经蛮喜欢她了 高中以后 然后因为学校不同嘛 然后和她表姐联系也不多了 然后就和她就基本上没有联系了 我们俩差不多十年没有见了 后来 但是我还是有通过她表姐 偶尔会在Q上啊 或者短信的问一下情况 然后就知道她大学以后去当兵去了 然后那时候又有了男朋友 然后当时我就蛮难过的 然后当时自己很胖嘛 就没有信心向她表白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减肥 然后直到偶然在看见这个节目 就看见她 突然看见她了 我就觉得她和我以前认识的她一样 仍然是一个活泼开朗 热情开放 敢爱敢恨的人 然后我说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在场上当过冰的应该只有一个吧 我真的觉得胖子是前那股 完全没有把人认出来 我不知道会有一个男孩 为了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叶燕 你还记得吗 就刚才出来的《勇》 也是你给我听的 好了 你告诉我 今天你选择勇敢地到这个舞台上来 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把刘燕卓请起走 希望和他约会是吧 但他已经灭灯了 不过刘燕卓已经灭灯了 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 那么灭灯了 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约会的权利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 能够专门为一个人 到我们这个舞台上的 来的男嘉宾真的不多 你是第二个 而且我觉得 能够让自己去 敢于迈出这一步 确实是值得我们去鼓励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破个力吧 我想说一下我的想法 既然我把灯灭了 你就没有机会了 我想说的是 我还是想去追求我想要的幸福 这就是我一个敢爱敢恨的刘燕卓 也谢谢你 这十几年来对我的关注 谢谢 按我了 刘燕卓 我把话说完 如果我要破例给你一个 可以去重新点亮灯的机会 你会要吗 按我了 刘燕卓 我把话说完 如果我要破例给你一个 可以去重新点亮灯的机会 你会要吗 不要 你确定 对 因为我想找我爱的 而不是爱我的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 都想要去当一个公主 然后被男生那么捧着爱着 有这样一个男生 能够爱你那么多年 并且尽管失去联络那么多年 还能够想要 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表达自己 并且重新把你争取回来 你真的 那愿意那么残忍的 不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吗 不是残忍 是尊重 两个人在一起 是因为感情而结合 而不是因为感动 我现在如果答应了他 那只是因为我感动了 但是我并不爱他 我也不喜欢他 我在台上那么久 不管是被人拒绝 或者是被人记起 我就是我 我喜欢或我不喜欢 我都会坚持自己的原则 就是你这点气质很吸引我 就敢爱敢恨的气质 真的很喜欢 然后当然我来之前 我也做好准备的 就因为我觉得感情的 事马不能勉强 觉得如果两个人 真的会相爱 始终会走到一起 所以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十年前没有向你表白 就今天想来试一下 就不管结果是什么 我都接受 我也希望你能找到更好的 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 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我相信我会再反这个舞台 真正地把你牵走 好了 其实我觉得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被拒绝 就是这一定不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非要讲遗憾 我觉得遗憾是可能在当年 没有及时地去表达出这样的办法 对吧 所以也让我们所有电视线的朋友们 大家记住一句话 有爱就要勇敢地去表达 对 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 是 祝福你吧 希望你能够最终美梦成真 好 再见 谢谢 这次虽然没有和燕燕牵手成功 也许是时机不对 但是我很开心 燕燕任是原来的她 一点都没有变 我想对燕燕说 燕燕你等我 等我变到更好的时候 我一定会来把你牵走 我不会放弃的 结果是遗憾的 不过我觉得过程 是感动我们每个人的 嗯 我好希望也有这样一个男生 能够等我十年 爱我十年 对 我觉得她和刘远卓之间的这段故事 更加地说明一件事情 当我们觉得缘分出现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有感情的时候 我们要及时地去表达 并且抓住这份爱 不要等到错过了以后 再来争取 不过我们也愿意提供 这样的一个舞台 给更多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到这里 来争取你的缘分 争取你的约会 好 今天晚上呢 我们有一位于美人 成功地约会外出了 他将会获得 是由莫拉福射提供的 价值1000元的产品券 以及呢 由宫崎爱业美人会 所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代金券 同时我们要感谢 酒趣网为本节目提供的 法国原装进口葡萄酒 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可以登陆百合网 《饮食男女志》 约会于美人专区 或者我们的官方平台 进行报名 各位 你想约会单身的于美人吗 在每周一晚上 10点重庆卫视 约会于美人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各位 拜拜 体型差别神殊太大 然后她的那个身上 那个肉都在颤抖 可以带着你朋友 一起去联络 男人的味道有很多种 你能看得懂的这种味道 但是她我感觉就是一个半家的儿子 滴滴脸很浪漫 很多乱七色啊 你不觉得吗 很man的一个面具 你看就是欧洲人的长相 对 你不能接受只有六重生的坏叔叔 我感觉我心中的高楼都崩塌了 我国家这么多美女 我不可能每一个都要啊 我们只是想要平淡的生活 稳定的生活 珍惜眼神人就足够了